球场上挥拍打羽球的声音 胖胖作响 刚在奥运场上拿下我国首座 男双羽球冠军的林洋佩 旅行对金门小选手的承诺 旋风抵金 小选手紧张的情绪不在话下 去年金门全线中小学 羽球男双冠军的小选手说 能跟奥运金牌对打 是用钱都买不到的机会 很刁钻吧 因为他们太厉害了 我们太紧张所以就失误比较多 就有点小紧张 但是打完之后觉得蛮好玩的 刚组成羽球男双的高中选手也说 因为他们打得很浪了 对浪很多了 就是可以感受到层次上 有一定很大的差距 就是在控球还有默契吧 就是几乎就是完美无瑕 他们打球每个球都打到点 然后就是哪个球谁要打谁要打 他们都分配得很好 羽球选手见面会中 金门县各校羽球选手提问不对 两人知无不言 我觉得就是把我们那种 在场上的态度分享给他们 然后还要不放弃 然后毕竟有时候像我们 遇到挫折或困难 那是不是可以转个念头 然后或许人生就不一样的出路 我希望可以帮我们在奥运场上经历到的一些经验 可以分享给他们 提吸后进的心不仅在羽球项目 李洋也挪出部分奥运奖金 鼓励金门各项体育选手 我觉得因为不只羽球需要被重视 我觉得每个运动都很辛苦 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做而言不如其而行 那从我自己这样一点小举动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件事情 然后进而让更多人重视基层运动员 短阵抵金的两人行程满档 一大早就搭乘吉普车绕行金门市区 接受民众英雄式欢迎 30号一早还有林洋纪念就抽签活动 新唐人雅特电视杨中奇 台湾金门采访报导